刚才的这篇文章啊,我们赏息完了之后,你对小草又有怎样更深的理解呢?让我们一同到文章当中去一探究竟。 那我们首先来看这篇文章的第一自然段,作者先说了,我爱生机勃勃的春天尤其喜爱,春天里那绿油油的小草,也就是说它开天直接抒情直入主题,抒发了它对小草的那种喜爱之情。 好了,那么既然第一自然段说出了它对小草的喜爱之情,肯定在后面要说原因呀,为什么喜欢小草啊?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原因是什么。 作者说啊,他们家门前有一些草坪,上面就生长着小草,这些小草呀特别的富有生机。 春天一到的时候,一下子就铺开了一片绿色的大地,细看它们,那绿色的,水灵灵的,多么喜人,你看多么又抒发了它的那种喜爱,对吗? 那你能告诉我们,第一自然段,作者交代了小草哪一方面的特点呢? 颜色,好,铺开了一片绿色的大地,首先告诉了我们颜色,而且它怎么不说是铺开了绿色的大地,而有一片呢? 一片是什么意思? 它的生长很茂盛,这么一小草它长得特别大,什么呀? 多,是吗孩子们? 所以在这里不仅仅交代了绿色这个颜色,而且呢,还交代了小草的数量。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,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颜色,它的数量,接下来,它又让小草动了起来。 它说,阵阵吹,春风吹过,小草怎么样了? 跳舞了。 跳起了欢乐的舞蹈,有时呢,舒展着双肩,有时呢,弯腰触记,有时呢,左摇右摆,真是噩摩多姿。 哎,那么咱们来想一想,小草它会跳舞吗? 不会。 会舒展双肩吗? 不会。 这是一个什么记? 这是一个女人记。 女人记。 所以,老师在带领大家阅读的时候,你会发现随时的会做一些笔记,那你也一定要把自己的笔拿起来,咱们要在自己的文章旁边去做标注。 你会发现咱们在读书的时候,如果你思考的多了,写的多了,文章当中许多的小桥门,你自己都能学到手,对不对? 那通过刚才的这一个地方,我就知道了,啊,原来在装物文当中,也要多多的去运用修词,除了女人,你还可以用什么? 比喻。 比喻句,对吗?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。 前面呢,他都交代了小草特别柔弱,可是在第三部分的这一句话当中,他说了,别看小草这样柔弱,它可不会像暴风雨一头。 于是作者举出了一个事儿,一件事儿,那我们在这里看,有一天,一阵狂风过后,这个小草呢,就怎么样了呀? 远远一息。 远远一息了,那作者啊,他赶紧跑过去看之后,发现远远一息的小草,有的,欢欢欢喜喜,有的,身子贴地。 你看他一直是把小草当作人来写的,对吗? 那他说了,我相信他是不会像暴风雨低头的。 果然,小草慢慢挺直了腰,远远脸上还带着晶莹的泪珠。 他们好像在说,你看,我们多么顽强啊,对吗? 那你能来告诉我们,小草,他最大的精神品质是什么? 不像困难低头的。 而且还特别的顽强,对吗? 作者他也认识到了,而且呢,他还拿小草和别的事物做了对比。 小草没有鲜花那么娇艳,没有白羊那样挺拔,可是他的生命力多顽强啊。 你能想到我们学习过的哪首诗吗? 复得古原草送别,对吗? 那他说,野火烧不见,春风吹有声。 其实在这里啊,作者是运用了一个什么呀? 对比的写作手法。 那么我们会发现了,哎,原来小草,他看似木木无闻,看似不起眼儿,可是他的那种生气,他的那种生机勃勃和顽强的精神,真的把我们人类,甚至是把花儿,把白羊都比下去了。 是吗,孩子们? 那么其实这一篇文章,他最大的一个中心,就是,抒发了小草的顽强和作者对他的喜爱之情,不仅仅喜爱,而且还特别的戒咬,对吗?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题,你是否能够完成。 第一题啊,其实前面的生气勃勃的反义词和欣赏的近义词,这是我们在三四年级,基本上每次阅读题都会出现的题型。 有许多孩子在做近义词和反义词的时候,觉得,哎,我怎么总是在这儿扣分啊? 除了一些特别简单的,稍微有一点难度的,我就拿不准了,其实不是咱们平时积累的太少了。 在积累的基础之上,我们还应该掌握方法,比如说,生气勃勃,让咱们去写它的反义词,那你先要找到关键词,你觉得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,一个字是什么? 一个字,生气勃勃,一个字是什么呀? 生,对吗?好了,那你来告诉我了,生的反义词是什么呀? 死,那能猜猜吗?生气勃勃的反义词? 可能是眼眼一息,或者是生的反义就是死了,死什么呀? 可以是死气,沉沉,对吗,孩子们? 那我们再来看,欣赏,让咱们去找它的记词,我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,会专门的拿出来一讲,就去讲如何在阅读当中去解释词语和句子。 那么我们现在就做一个小小的渗透,在我们自己去做记忆词的时候,你可以去找到一些共同的词速。 咱们来看看这个办法,能不能把这个难关解决。 什么叫共同的词速啊?比如说,欣赏,好了,那我所想的这个词,肯定是和其中的一个字也是一样的,对吗? 想一想,欣赏,欣赏,哪一个字是比较重要的?赏。 赏,对吗?那除了欣赏,咱们还能怎么赏? 赞赏。 赞赏,还有吗? 还有,还有吗? 嗯,观赏,观赏,对吗?孩子们,那我们刚才就是运用了找共同词速的方法。 在我们平时的学习当中啊,其实这样的进译词和反译词的考察很多,唐国老师建议大家自己准备一个错题本或者是摘抄本, 咱们把这些进译词,反译词都体现在自己的本里,那没事的时候,我们翻阅来看一看,日记越累下来,相信这种提醒我们就不容易错了。 那我们再接着来看下一题,本文表达了作者对小草怎样的感情? 喜爱赞美。 真棒,赞美和喜爱的感情。 你看,老师说过在中文当中,那我们中文的中心啊,它是五个字,爱赞不分加,爱指的就是喜爱,赞指的就是赞美。 好了,那今天这节课学习了,小草,那它就是对小草的喜爱和赞美之情,对吗? 那我们再来看,从文中找出最能表达这种感情的一句话,把它画出来。 中心是喜爱和赞美之情,让你找这句话,其实它就是让你去找什么? 中心句。 中心句,对吗?那你能找到吗? 能。 在哪儿了?第几段了? 就是第一段了。 第一段的第几句? 第一句。 第一句,对吗?我爱生机勃勃的春天,尤其喜爱春天里那。 绿有有的小草,你做对了吗?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题。 用波浪线画出文中把物当作人来写的句子,让你去找什么? 女人句。 女人句,这个太多了,对不对? 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振振春风吹过,小草跳舞,还有舒展双肩,对吗?有时弯腰触地。 那么这一句话,咱们还画一个完整的句子。 那再看下半部分,它说小草将被折磨得远远一息了,对不对?或者是有着晶莹的泪珠。 那这些句子都可以。两处,我们找到了。你在文章中画好波浪线了吗?所以如果你画直线,咱们就不能给分了。 画完了吗?孩子们?好了,那刚才我们去和小草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,而且也了解了原来默默无闻的小草,它是如此的顽强。 那么在这里,让我们再去赏新一篇文章是和竹子有关的。竹子,我们每天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去了解它,甚至是去真正的见到它。 可是它又有着怎样的特点?作者又会怎样的描写它呢?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